8月15日,据意大利知名记者,足球转会专家迪马纪奥最新报道,如果中场大将莫德里奇执意离开球队的话,黄马会选择牵下丹麦国脚埃里克森取代他。 32岁的莫德里奇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赛上收获了金球奖,而在此之前,他还成功帮助黄马赢得了史无前例的欧冠三连冠。 记者透露,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,曾经向他许诺会在黄马赢得三连冠后放他转会,但现在黄马变卦了,若不能提前锁定摩迪的替身,黄马不会放他走人。 黄马今夏已经失去了奇达内和C罗,如果再失去摩迪,对于球队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 记者迪玛吉奥透露,黄马为摩迪锁定的替身是热刺中场埃里克森,如果摩迪执意要走人,黄马会尽全力想办法签下埃里克森替代他。 但目前的情况是,热刺为埃里克森的标价高达2亿欧元,黄马想签下他非常的困难,黄马正在尽全力想办法压低报价。 26岁的埃里克森自打加盟热刺以来,已经在227场比赛里为球队打进了56个进球,送出69次助攻,他的数据比同时期。 在热刺效力的莫德里奇还要出色,由他来接班摩迪,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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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